炎炎夏日一到家 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把冷气打开 而现在对租屋组来说有福乐 因为内政部修正了租屋电费新制 以后房东可不能乱收电费 可能还会有后续的问题 但方向上我觉得还OK 因为应该要统一吧 供电的都是台电 那为什么要额外的费用去算这个 民众一片看好 因为根据内政部新制 以用电度数计费 不得超过电费单 当期每度的平均电价 那非以用电度数计费 所收取的电费 也不得超过电费单每期的电费总额 预计7月15号就会正式上路 房东如果加收电费 最高可储50万罚还 但还是有不少人担心 房东可能因此涨价 网友大酸不会超收 但可能房租会涨 还有人说你敢问房东试试看 看你下个月住哪 而租屋连申报都一堆黑数 还敢管电费哦 如果说房东真的因为这样子 稍微调涨了一点租金 跟过去用超收电费的方式 补偿这个补租 所谓他是心中认为的租金差额 都到最后都还是有房客负担 我想应该是逐步逐步的 让市场正常化 然后最后让这个市场 回到供需的角度 那这部分当然我们会希望 一步一步的来去 那只有让大家更清楚 这个资讯的时候 我想我们才能够在 我们的租屋市场上 把这个电费的收费的方式 这样的秩序给建立起来 蓝绿立委难得一致认同租屋电费新制 就是希望弱势的租屋族 可以有更公平的市场机制 三立新闻张永泉洋芷玉台北报导